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早在中南海至光閣 向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發國務院令 任命他為香港第六任行政長官 李克強表示 中央政府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方針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、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 他又相信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廣泛團結社會各界 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同時防控好疫情、改善民生 讓香港市民過上幸福和更好的日子 李家超對獲任命深感榮幸 定必全力以赴 不會辜負中央的信任和香港市民的期望 會忠誠和堅定帶領特區政府 按照《基本法》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